哦 对了 既然你跟王军这么亲 那你一定知道他喜欢什么口味的糕点 王军 平日里甚少吃甜食 臣形容不出 你跟我来 来 你帮我尝尝 等一下 你手有点脏 我喂给你吧 快点啊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幸好你觉得好吃 不然我的辛苦啊都白费了 这个糕点我从未见过 叫什么 无忧膏 你还没回答我呢 王军他会喜欢吗 此糕点品相如此精巧 王军向来喜爱细致风雅之物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都放进蒸笼吧 一面凉了 没事 不碍事的 这个无忧膏啊 就是要彻底凉确了才会更好吃 这种食物 难道是九美人家乡的特产 正是 之前听闻九美人说家住边关 陈长年驻守边关 为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 那是因为 虽然我家住在边关 但是呢我从小便四处游历 所以我在各处学到的特产 都算是我的家乡特产 好了 都摆好 给王军送去了 臣妾拜见王军 九美人这时候来找本王有何事啊 臣妾做了一些糕点 望王军品品 九美人好兴致啊 这糕点叫什么呀 叫无忧膏 无忧膏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臣妾的家乡 有一种花叫无忧花 无忧花季一到之时 漫天花雨 如暮春风 此情此景 会让人莫名的开心 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所以 臣妾便按照这个意境 给王军做了无忧膏 望王军吃过之后 便能够烦恼皆忘 笑口尝开 好 那你过来 我们一起吃 是 王军请 品香精巧 清香阵阵 还没入口就已入妙境 想必失而无忧 小九啊 你还有多少 本王不知道的秘密啊 小九平日多得王军照顾 小九并无他场 也只能 做一些小小的糕点 来让王军开心开心 说得好 那 你这糕做出来 本王可是第一个吃的 不是 不是 很好 还有谁唱歌 一位朋友 什么朋友 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 他虽然平日里少言寡语 甚至说话 还有些耶人 但是 他心系天下 神有英名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没想到你这位朋友 在你眼中如此的重要 所以在你看来 本王便不值得第一个吃这个糕了 臣妾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何意 你既然诚心做糕给本王吃 那不论好坏 你都要第一个 拿来给本王吃 难道本王在你眼中 连这点特别的位置都没有吗 并不是 我 行了 如若没事 你先下去吧 王军今天是怎么了 莫非午膳吃了辣椒 臣妾告退 他还真糟 我 怎么能这么好吃啊 我早日不让他走了 若两人一起吃该多好啊 哎呀 你怎么这么好吃啊